大家好,我是Stan 50-50所属公司终于要进行新的女团计划了 9月4号,Attract官方IG发布了新女团计划的贴文 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会开始进行培养女团出道的项目 新女团所有成员都将通过选拔节目挑选 并将所有过程都向大中门公开 也就是说,如网友们所愿 会以一个全民投票的方式进行征选节目来选拔成员们 不过目前确定的争选日期还没有公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这组合出道的话,我一定会全力因缘的 希望能找到音色好的成员以50-50第二期活动 也要唱Cupid这首歌 大家都知道了代表是一个好人 又那么志愿,希望很多有能力的人都去参加 虽然遭到了这些事情 但是员工们应该还是很高兴吧 很多人想投资,公司与代表都变有名了 支持的人也很多 因为这次的事件,公司以好的形象 应刻在大家的心里了 给些人们各自一个房间的宿舍 住的好,吃的好 为了让他们进入billboard 大量的前连节投资了几十亿 我去IG看了一下 海外粉丝们还是认为是代表的错 在那里狂骂 他们总是把韩国大众们 所属公司当成是敌人 很多人对全代表要50成员们回来感到困惑 但根据律师们的意见 韩国不承认未来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所以成员们年纪还小又没有钱 如果硬撑说没钱的话 也很难获得赔偿 目前所属公司本来要收二十多亿 但最终也两亿达成协议了 所以像现在这样 全代表一直要他们回来 同时防止合约结束 将他们绑定七年合约 对叛徒idol们与幕后黑手来说 是最不好的情况 当然如果Athreat没有钱的话 长期打官司会很有负担 结果会与村森林一样 只能廉价协议 但是这次收到了很大的投资 所以可以一边准备新团 一边说要50成员们回来 绑定他们七年了 我也看了几个韩国律师们的YouTube影片 他们也是说有关50这个案子 现阶段所属公司能做的 也就是将时间拖长一点 如果没能收到投资的话 真的会变得非常辛苦 但是现在收到投资了 所以真的可以一边培养新的组合 一边慢慢进行那边的诉讼了 这样5050成员们就变成了 进退两难的情况了 所以对于50所属公司准备新女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在韩王已长得帅而有名的三位爱豆 因为漂亮还很帅而有名的女爱豆们 都承认散发出来的气质就很帅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帅的人 安全金本来就是我的最爱 旅金哇让人心动克克 四个人都是有着忠心魅力的长相 甚至还很清纯 长得帅的女爱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